没夺冠心态崩了 东契奇辱骂球迷太过分被质问 要知道被骂的球迷只是说他累了 NBA总决赛以落下帷幕 独行侠队最终以一比四不敌凯尔特人队 无缘总冠军 东契奇的沮丧和失落显而易见 他在比赛暂停期间甚至辱骂了一位球迷 只因后者说他累了 有淳于专家特意解读东契奇与球迷的互动 不得不说东契奇此番是心态崩了 很显然 被东契奇辱骂的球迷并没说什么越界的话 而东契奇问候对方母亲显然过分了 考虑到他整个季后赛都带伤作战 距离总冠军只差三场胜利 最终只能目睹绿军夺冠疯狂庆祝 这种滋味着实不好受 但这只是东契奇首次总决赛之旅 要知道绿军的双碳花组件以来七年五进冬决 两次杀入总决赛 才在今年夺得总冠军 东契奇的赛场表现和职业态度没得挑剔 但他显然需要更好控制自己的情绪 无论是应对裁判还是球迷都一样